草长应飞的七月 花园里郁郁冲冲 我们的夏季干旱 每天都要出些时间 给花草浇水 水充足 不让野路进院子乱吃 花花草草就渐渐的 越长越好 每天没有空 我就溜进院子 东看看西草草 跟我的花草进行交流 心旷神移 对于我来说 养花如同养孩子 我只是为他们提供 适合的环境和条件 长成什么样 随他们的天性发展 总感觉花草和孩子 不是我养的 都是天养的 他们绽放出自己的天性 就是对于他们 最自然最好的成长 我只是有缘 伴随每个孩子 每个花草的成长 见证生命发展的美妙 也从中体会到各种艰辛 愉悦与欣喜 春天剥下地的菜种子 虽然大部分都已经发芽 但是没有长大就开始开花 一片还很小的时候就变老了 没有几片是可以吃的 我做了一番调研和咨询才知道 原来是土地不够肥 我是把原来草坪的土翻了一下 就直接拿来当菜地种了 证券的做法是 再混一些堆肥或者牛羊粪肥 作为菜地的鸡肥 这样长出来的菜才会又壮又嫩 了解到这些就不奇怪 为什么我的菜会长成这个样子了 知道症结所在 就开始着手改良土壤 首先可以想到的是 用院子里的废土 杂草 还有自家产的湿垃圾来堆肥 这些都是不用的东西 只需要时间就能把它们变废为榜 现在堆肥明年春天就可以拿来用了 把堆肥土掺入到原土里来种菜 应该会有更好的收成 今年夏天很快过去 温度降下来也不再适合种菜 只能等到明年再来 今年种菜算是失败了 我自然会感到一时挫败 与中华相比 种菜多了些目的性 因为菜是用来吃的 如果颗粒无收 不禁感到种了个寂寞 生活中总会充满着大大小小的挫败 可以说 挫败比成功的次数要多 比如我自己 不但种菜种不好 做饲品一直没有人看 做交易也经常亏损 家里的家务也时常做得一塌糊涂 养育孩子也是马马虎虎 如果只喜欢成功 不喜欢失败 那我不快乐的时候 就要比快乐的时候 多得多了 我在学习 接纳自己的失败和不完美 所有的成功或是失败 具备或是不具备 一些技能光环 如果可以全然地接纳自己 就不会对自我产生影响 也不会改变我是怎样的一个人 我还是我 是自我本性的绽放 如何全然地接纳自己 我听到很多诸如 要与自己和解 学会认可自己 欣赏自己 不要太在意他人的看法 想法等等 一些非常有道理的道理 但是在具体的生活中 似乎很难落实 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做 那么我们先来了解 什么是接纳 接纳就是承认和允许 当下已经发生的事物 和客观事实的真实存在 并关照和收纳 自己对这些事物和存在的反应和情绪 等恢复到平静以后 再继续面对和处理 当下所面临的事物 这个过程就是接纳 人们常常说的内观 也就是接纳的过程 简单来说 就是不带评判 不带介入的看见 你对当下一切的发生 只是注意到 什么也不做 具体该如何应对 如何做出选择 如何展开行动 如何解决问题 这一切都是应该在 先接纳事物的发生和存在以后 要去考虑的 例如种菜 我尝试的做法是 我尝试的做法是不去评判 不评判自己是成功还是失败 这是关照事实 事实是我种出来的菜不能吃 我注意到了 并观察收纳 我有些挫败感的情绪 等平静下来 找出原因 想办法改进 明年继续尝试 我不评判 今年自己是不是失败 也不去期待 明年是不是就可以成功 不纠缠这些 就能让我始终保持 对种菜的热情 认为尝试种菜 是丰富我的生活 滋养我生命的事情 就会乐在其中 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 我都会笑着跟他人分享 在我看来 成功和失败 没有什么分别 都是有意思的经历 除了能否吃到 自己种到的菜 这个结果不同以外 其他都是一样的 但这个结果对于我来说 没有什么影响 我感受到了 做这件事的过程中 我灵动鲜活的生命力 这让我不会厌倦 不会放弃 不会受结果影响 只是注意到 听上去很简单 做到却很难 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 还有很多比种菜 要更加影响我们 比如工作 学习 事业 亲密关系 养育子女 时常困扰我们 让我们难以接纳 当面对这些发生和存在 是不是很难 是不是很难在最开始就只是注意到呢 事实上 在绝大多数的时候 我们的头脑 梦梦在我们还没有绝望 梦梦在我们还没有觉察到的第一时间就介入了 越是觉得对我们重要的事情 越是会这样 然后就被头脑中存在的观念 标准 认知 认知 所评判 自己的不接纳开始 观察到自己的不接纳 观照和收纳不接纳的反应和情绪 其实此时此刻 我正在经历着生活中的各种不接纳 交易不顺 YouTube视频一直没有起舌 大儿子还没有找到实习工作 二女儿面临升学压力 小儿子打游戏太多 我还在尝试只是关注每一个事实 不去在头脑中做过多的介入 渐渐地让自己平静面对 不让大脑做对他人 对自己的定义和评判 渐渐明白大脑里产生的 其实99%都不是事实 是我们人类的分别 我值和妄念 我都找到好可怜 我真的想吃蛋糕了 开始唱歌啦 对不起 对不起 OK OK